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是有關於所謂的天然資源 所謂的天然資源就是天生的天然的 能夠給我們人類利用的物質或者是能源 那所謂的能源就是能夠提供熱能的東西叫能源 當然太陽可以提供我們熱能 不過基本上地科通常是不太顧慮什麼太陽能的問題 因為它在天上不在地上 那如果這個天然資源是用礦物的形式存在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礦物資源不稱為礦物資源 所以什麼叫做天然資源就是能夠給我們利用的 天然產出給我們利用的物質或者是能源 那這邊呢有個問題叫做具有經濟價值就是值得開採 一個東西值不值得開採的因素有很多種 有些牽涉到經濟的因素以前一公斤十塊錢不值得開採 今天一天一公斤一千塊就值得開採 有牽涉到一些技術的問題包括開採的技術 以前開採出來一公斤要花一百萬這樣的話不值得開採 現在技術好了只要花十萬塊這樣就值得開採 或者是能不能會不會用的問題以前用礦沒有價值 因為不會用沒有用處現在用礦有價值用沒有做核能 所以用礦有價值這是技術的問題 所以一個東西有沒有經濟價值有一些 不拉不拉不拉的問題存在 地科只講一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負幾 集中 集中在一起 藍牙國中的操場有黃金真的喔各位有去開採它 不拉不拉不拉 花了一百萬之後得到一千塊黃金 沒有意義沒有價值 因為量太少量太少 所以它要能夠集中在一塊 集中在一塊有相當的程度都集中在一起 這樣才會有開採價值 所以地科講的價值只要能夠負幾 那一定是有某一種作用 才會讓這邊會有那麼多的黃金 那麼多的鐵 那麼多的銅 一定有某一種作用 就是所謂礦床的形成的原因 就是它負幾的所在 就稱之為所謂的礦床或者是礦場 挖著要做所謂的礦場 這個名字也不重要 反正就是我這裡有好多的所謂的金礦 就有好多銀就有所謂的銀礦 銀礦的礦床或者是礦場這樣子 OK 好 那問題是 我用什麼東西讓它負幾呢? 我透過什麼作用使它負幾呢? 有很多種作用 有一種作用 叫做熱意礦床 這個古時候課本有教 所以曾經考過金瓜石 金瓜石那裡產黃金 那黃金哪來的? 當初有熱熱的岩漿 溶解了金銀銅這些東西 然後它滲到那個沉積岩的縫縫裡面 然後沉積下來 沉積下來 然後所以形成了這些礦脈 所以呢 金瓜石的黃金的形成原因 跟熱熱的岩漿有關係 所以我還叫做熱意礦床 跟火層岩火層活動有關係 所以是岩漿侵入啊 巴拉巴拉之類的就是熱意礦床 那還有一種叫做變質礦床 我們的花冬盛產大理鹽 大理鹽是一種變質鹽 因為我們未來會告訴你 花冬位於板塊交界帶 那裡有大規模的擠壓活動 所以高溫高壓 產生大規模的區域性變質鹽 區域性變質鹽 所以這叫做變質礦床 變質礦床 所以我們的大理鹽是變質礦床 那還有一種可能是生物或者地理教過的 就是煤石油天然氣 都是古代生物的遺骸堆積下來 然後再經過一些作用所形成的 它是一種沉積的作用 所以把它稱之為沉積礦床 因為它都是古代的生物的遺骸所演變而來的 所以把它視為化石的一種變形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化石燃料 水煤石油天然氣 又稱之為化石燃料 這種是由沉積作用所構成的 我們就叫做沉積礦床 當然還有一些不拉不拉不拉的形成方式 還有一些不拉不拉的形成方式 那我們國中基本上都沒有教沒有體 以後上高中有機會再說沒有就算了 反正這個是告訴你說 我們會透過某一種作用 使這裡會有很多的黃金 很多的銅很多的鐵 然後形成的礦場或者是礦床 這叫做複集 地科所講的有經濟價值 就是它要能夠複集 要能夠複集 要很多 就是我們跟各位介紹什麼叫做天然資源 跟一些複集的方式 來吧